你知道100年前的男人多猛吗 他们的搞通水平居然是我们当代男性的2-3倍 实不我带必须促稿 查资料定计划 走起来 哇 缺什么玩意儿啊 嗯 不怕要透多少 75% 付我 哪会给他透麻吧 多少呢 一半 再来最后一份 没想到仅仅过了7天就看到疗效 我的搞通水平啊 直接提升了30% 两次free tea的结果我都发给你了 49.3 怎么这么低啊 我不嫌弃你啊 你放心吧 上面显示我是no more 这他妈叫no more啊 但是也有好消息 上次是49.3 现在67 我增了36%啊 对 虽然数字不多 但比例很大啊 那你这样看的话 真是结果完全比较满意 我以前以为促稿就应该提高整体的搞通水平 但这样并不会提高男性功能 因为真正发挥男性功能的那部分搞通 叫做游离搞通 它是不会被性基数结合球蛋白绑住的 这部分搞通呢 只占我们整体搞通的2%和3% 所以啊 我这次错的重点是游离搞通 提高游离搞通呢 有非常多的办法 你看我都已经买好了东西啊 那这次呢 我是选择用补息的方式 提高我这个游离搞通水平 查到了三种主要的元素啊 心 铭和鹏 心啊 虽然说它可以提高咱们身体搞通水平 但是对于这个游离搞通的这个刺激啊 结论并不明 对 我不想两种都补充 我只想 你本来想来这样 我怕你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这个棚 单独的棚不太容易 这个买到的话 哎呀 铭也是可以的 最少的剂量是6毫克 它是能确定促进这个游离搞通水平的 而且是就是一周之后立刻在小 对 对 油味吗 怎么有个醋味 不 这叫醋味啊 它一粒有多大呢 干磨你来点 我靠 冲鞋要你 哦 一定这么大 一粒 我吃两粒 正常是6毫克 排除醋稿这个特殊需求以外 普通人也建议日程补充一些棚 因为土壤中棚的大量流失 我们现代人的这张摄入量 是远远低于建议摄入量的 你现在有没有一点感觉了 什么感觉 那儿 两三个小时的也 你看见我现在会不会有一种冲动 这个场景下 你看 有些冲动啊 虽然鹏在短时间那种促好效果还很好 但副作用呢 也挺明显 情绪波动非常大 有的时候啊 心情好到爆棚 想飞上天跟太阳肩并肩 但有的时候呢 也会突然暴走 第二天的时候 咱们去拍小时 多不清楚自己的要求 到底是什么 频繁地拍 然后又频繁地不满意 生气了 第三天的时候要送快递 结果发现门口的那个邮局关门了 生气 然后下午拍摄的时候多了一个角度 生气 第四天的时候 晚上拍体擦的时候有一个镜头 时间拍久了一点 生气 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鹏起了个作用 你要是这种作用吗 我就是发现好像情绪稍微激动了一点 昨天去健身的时候情绪很兴奋 当然也很激动 开始车骂骂咧咧的 那辆车又怎么了 那辆车又怎么了 那得凶着做骂的一点 一路骂得罗接点法 肯定是碰 我之前脾气不这样 虽然我这次针对提高的是游里搞通 但是整体搞通水平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整体搞通水平偏低的话 会带来很多问题 比如说掉肌肉 性功能变差 脂肪不胸 助力不集中 地域等等 所以我也测试了一下自己的整体搞通水平 这整的跟这种索尼的镜头一样 我的天哪 哦对 这是要抽鞋的 啊 抽哪的鞋 我扎哪啊 这里面还有芯片 还在闪着是吗 完了我们被定位了 给我饼干吃 这是收集血液的 加油 还有我最怕打人了 加油 一 一 二 真男人 啊 快收集血液 抽 抽了可以吃血了 不含有血 哈哈哈哈 给我拿来手鼻鼻流出来 哈哈哈哈 哦 靠 你的总稿报告刚才已经发给你了 你猜一猜 根据我游离稿酮的这个结果 我觉得应该是偏低的 573 嗯 所以我是借于中间啊 哎 就中间水平嘛 但是我的游离稿酮为什么这么低呢 这是不是找到了我这个肌肉长不上去的原因了 就是我的稿酮可能是正常水平 一方面 但起到男性作用的 嗯嗯 这个游离稿酮 是 非常低 导致了我肌肉这么小 我的总稿水平不算低 但说实话也不算高 反观我自己这几年的生活 虽然看起来挺符合健康生活的标准的 不抽烟 不喝酒 饮食规律 运动健身 但其实在我所谓的健康生活中啊 有很多隐藏的小习惯 一直在偷偷摸摸的降低我的稿酮水平 我却还像傻子一样 浑然不值 比如说 就着外卖盒吃饭 外卖盒含有大量的磁性激素模拟物 特别是外卖盒被加热后啊 会释放出磷粉二甲酸盐和双分A的物质 这些啊 对搞同都是有害的 所以现在我拿到外卖第一时间 就会把菜腾到家里的玻璃缸里 哎呦 差点舔筷子 好温哦 好我就快点吃点东西吧 小肥妞啊 从小就没有过这种称谋 30岁了 你就 居然变成了个小肥妞 双腰很年轻 关键是在肥上 另一个很难意识到的降格习惯呢 就是平时使用的洗漱用品 我平时用的香皂 护肤品 洗浴用品 基本都是有香味的 殊不知啊 这种香味非常香港 受备点乱 咱随便拿几个吧 我就看一下它这里面 有没有这种成分啊 它一般都会写 林本二甲酸盐 哦这个也有 哎可以看一看 你看这个地方frequence 你看frequence 它可能不会在它这个 这种成分里面去写那种 林本二甲酸盐这么一个化学的名称 它会用这种香精来代替 大家平时看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这个成分里面 尽量不要包含那种东西啊 通常有香味的 就是你能闻见味的这个 通常都含有这个 皮肤啊 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 它会吸收接触表面的所有东西 所以啊 咱们一定要好好选择 用在身上的产品成分 还有一些小窍膜呢 是可以帮助生搞的 比方说啊 规律的涉入优质脂肪 每天吃点坚果啥的 保持10%到15%左右的体质率 这是男性搞同分泌最旺盛的体质区间 还有 就是多和美女聊聊天 我给看一个有视频里面就说 那个 跟美女聊天5分钟 搞同水平提升30% 那你现在应该已经调了30% 咱们两个大概也聊了有5分钟 在这儿我得给诺诺道个歉 我促稿战争的目的啊 其实只有一个增肌 都说搞同水平高增一就快 但是研究发现啊 增肌多的人并不是搞同水平高的 而是雄性激素受体多的人 很多方法呢 都能增加雄性激素受体 其中性价比最高的方式 就是晒太阳 我之前一直觉得 提高我们整体搞同水平 就意味着有更多肌肉 难道不是吗 这还真不是 它是取决于咱们体内雄性激素受体的 敏感性和数量 搞同就相当于咱体的这个 就子弹 你想要发射出去 你必须有一个介质 就是弹夹 这个弹夹就是雄性激素受体 如果想要这个子弹啊 打得非常快 又打得非常多 疯狂输出 就要保证这个弹夹比较顺滑 这就是敏感性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弹夹数量一定要多 把我们这个搞同啊 可以更快的发挥作用 那这个晒太阳呢 是其中一种啊 可以增加雄性激素受体的方法 那除此之外呢 补充左旋肉节 进行中疗训练 还有这个断食 它也是可以起到同样效果的 那这次呢 我这个时间来不及了 我们以后呢 可以尝试一下这几个办法 这个视频呢 到这里咱们就接近尾声了 那这次这个整体促销体验啊 我非常兴奋的是 我的提高比例啊 将近40% 但是我也很苦恼 是因为我这个绝对数值啊 还是偏低的 这之后是不是 我需要在这个 搞同水平提升方面 需要多努力啊 因为我在美国呢 听到这种非常普遍啊 在医生指导下的疗法 叫做搞完激素疗法 但据我所知这种疗法 是针对提高总体稿能水平的 那像我大师跟你们说的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要提高我本身的 这个游力稿能水平 大家有没有在平时的生活中 有过粗老的这个体验 如果有的话 欢迎在下面分享分享 好吧 那咱们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 下个视频 咱们再见 不要忘记点个赞呢 说晚安 拜拜 晚安 拜拜 拜拜 拜拜